來到Circulatory System的最後一部份 心臟的Heart 如果我們學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記實了 厚左耳、薄右三 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如果Venticle wall比較厚的那個 就會是左邊的心 而Venticle wall比較薄的那個 就是右邊的心 二和三所指近的就是Tricuspid還是Bicuspid wall 所以厚一點的左手邊的心 另一塊就是Bicuspid wall 右手邊薄一點的就是右手邊的心 所以這塊就是Tricuspid wall 為什麼我們要刻意把它分為左邊和右邊呢? 因為這樣做對於運送氧氣來說是有好處的 因為左手邊我們全部都是Oxygenated blood 而右手邊是Deoxygenated blood 我們透過這塊Septum很有效地把它們分開 所以它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說充滿陽氣的血 就可以供應給Cels去取Oxygen 可以做Respiration Deoxygenated blood去到那個肺 就可以做一個有效的Gas Exchange 而先介紹這塊Septum 其實是一塊很厚的肉 它的功能就是 Prevent the mixing of oxygenated and deoxygenated blood from the two sides of heart 如果萬一不幸地穿了個孔 那會怎樣呢? 原來穿了個孔的時候 血就可以混在一起了 你會看到特別是由於左手邊 那邊的心臟Ventical wall比較大力 所以血會推過來這一邊 所以就會造成Oxygenated blood 和Deoxygenated blood混在一起 所以最後能夠泵到頭身的Oxygen 就會少了 少了的時候 如果Brain cells不夠Oxygen 會覺得累 甚至乎很容易暈倒 好 這個我們講完 就回到正題 我們講一下其實 在心那裡 血是怎樣流動的呢 如果講心的話 另一樣東西 我們就要分上下 左右 左右搞定了 就分上和下 上面那兩格 我們分別都叫做 Right Atrium 和Left Atrium 而下面那兩格 就叫做Right Atrium 和Left Atrium 我們記住 先A後V AV AV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講一下血是怎樣收窄回來 經過Vena Carver 就收窄回來 全身用完 所以Oxygen含量特別低 所以我們用藍色去表示 是Deoxygenated blood 然後就進入了 流入了RA 然後RA收縮 把血泵到RV RV收縮 把血泵到Permontary Artery 然後就去到肺 去到肺 去到肺 做Gas Exchange 所以拿了很多氧氣回來 所以Become Oxygenated 所以去到Permontary Vase 回到Left Atrium 已經是屬於Oxygenated blood 來的 然後LA收縮 入到LE 然後LE收縮 入到Aorta 然後供應給全身 所以Flow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不提不提的 其實在心裏 我們有四塊Wolf 在這裡 這塊Wolf 都是用來 prevent the back flow of blood 但當然 他們Permontary Vase 方向就有少少不同 但目標也是 令血可以保持著 不斷向前行 先講一下這兩塊 2和3 Bicuspil 和Tricuspil Wolf 他們什麼時候會開 什麼時候會關 如果Atria 去收縮的時候 這裡的 Pressure 就變大了 就會打開 這塊Wolf 令血能 可以落到Ventecost 但是如果Ventecost contract 的時候 由於會產生很大的 Pressure 還會大到Atria 所以這兩塊Wolf 就會關上 Close 所以血不會流到 Atria 所以可以確保 它進入了 兩條 Arteries 離開心臟 而這兩個 Wolf 下面有很多Heart String 或者Heart Tendon 在這裡 可以避免它 Turning Inside Out 令Wolf可以正常運作 然後去到 Seminal Ralph 其實都是 若果我們的Ventecost contract 的時候 它就要打開 讓血可以流入 Arteries 但如果當Ventecost 是Relax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關上 令血不會回到Ventecost 所以大致上 我們都知道 其實那些Wolf有什麼功能 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合 而原來這些Wolf一合起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一個心跳聲音 所以我們心跳有兩下聲音 換句說 它兩種不同的Wolf的開合時間 是不相同 有少少落差的 另外又介紹一下 我們的Aorta 其實它是很厚的 為什麼這麼厚呢 最主要原因 它是直接承受著Left Ventecost 的力 當Left Ventecost 收縮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Blood Pleasure 是最大的 因為它很大隻 很厚 所以它就要特別厚的 Arteries 才可以Restand High Blood Pleasure 所以有關心臟 我們現在知道的部分 才是這麼多 下一段片就會講講 一些Exam Scales